你快把通天狱拿出来 封住他 安眠 你想不想得到成仙 从未想过 安眠 你天生奇才 但除了会的拳脚功夫以外 没有学过任何的法术 但那些法术 也都伤不了你 你既然与云芝姑娘 教父真心 倒也不用急着离开 依我看 不如在岛上 多停留些十人 没准 真能得到岛主的点话成仙 到时候 与云芝姑娘一起 倒也少了 俗世凡尘的苦 哥 我不想成仙 我就想跟你回家 同云芝一起 过安生日子 为什么呀 有 有多少人求之不得呀 紫飞鱼 安置鱼之乐 哥 我没多大野心 也不想活得太久 这一辈子 只要平平安安就好 安眠 您就听哥的 留下来吧 兄长 你可还记得 今日正午时你突然清醒 急切地大喊 让我赶紧离开这儿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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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时尚未清醒 所讲之言 不必当真 哦 可是我记得当时兄长 你声色俱力 说 这座神龟岛 是一只妖兽所画 如果在这逗留的话 就会丢了幸运 昏睡之言 不必当真 好吧 快走吧 好 那怎么还不来啊 怎么不见好公子 好公子 他 他说他有点闹肚子 让你们先进去 这 这什么呀 赶快进去吧 不然一会儿船该开了 对 不对啊 燕娘不是说 要带我们去找船吗 这是什么地方 外面 你就听为兄的 留在这儿吧 哥 你从未逼过我的 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外面 微兄知道你不愿意成仙 但微兄 实在是不愿意见到你放弃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 所以 我是谁不重要 我要的是你的身体 你的皮囊 不是我哥 你究竟是谁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哥 哥 快醒醒醒醒醒 我杀你 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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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 哥 哥 巧 ρε 眼吹 quero